最近大家在本地或者外國的媒體 都見到很多針對我們的司法機構 甚至我們司法人員的一些行為 或者一些言論 有一些是去到恐嚇的一個成份 有一些亦都是無理地要求 是要馬上釋放或者我們要撤控的 這些言論 如果他是意圖或者希望可以影響到 我們律政司進行我們檢控工作 又或者影響到司法機構進行他的審判 他的司法獨立審判權 我們獨立的檢控權 這些意圖都是會徒勞無功 這些干涉我們都不會同意他們的做法 社會是絕對可以理性客觀 根據事實去討論一個判詞 但是絕不可以去攻擊我們的司法人員 或者惡意去做一些報道 都要1000愛護老 學生的報道 我們 хорошо營造 作詞 個人協助